又來到惡作笑平,我是TD叔 今集我們又會看看另一套被中資企業摧殘的西洋電影 《極寒巨沙》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西方電影一同中資合作就會弄成屁屁 還沒看電影之前 我還以為裡面的鯊魚真的好像將Postar裡面這麼大條 誰知進去看第一幕我就當場很失望 是不是太小看不到?我隨便給你們看吧 沒錯,原來是中小隻國家潛水艇 還要輕易被個爆炸弄死 所以這套戲都是不自不扣的叔同黨 但最瘋狂的是,這隻這麼小的鯊魚是可以吹成一架被他帶成十多倍的潛水艇 還可以撞到裡面的船員死了 然後這條小鯊魚可以用他的血肉支驅撞到一塊鋼板凹凹 主角看到這個這麼瘋狂的景象 他就開始預知了這個潛水艇是會爆炸的樣子 所以就在爆炸前15秒賣掉裡面的隊友直接走人 然後這傢伙還要問他 啊大哥,他剛剛才救了你 你感覺不到外面有大爆炸嗎? 旁邊的卡拉菲都感覺到 真是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然後他就這樣爭了主角一生 之後到了五年之後 是啦是啦,誰都知道這裡是上海啦 誰都知道這套戲是中資啦 哈,我沒看錯吧 這座大廈叫做震彈 你這個名字真的有點令人想入飛飛 為什麼這套戲突然要打這兩個中文字下去呢? 誰知我google一下 發現原來真的有這間企業 不明白老實為什麼要說這些名字 再看清楚原來背後的名字是有一段深層次的歷史在這裡 雖然我真的太無知了,對不起 然後 嘩,真是頂不住了,拍夠沒有? 對了,上海好運位了 你都不用花一分鐘在這裡攝時間啊 然後老闆終於到達這間海洋中心去參觀了 我們的女主角李冰冰就出場了 好開心啊 他是族景田之外是我最喜歡的大陸女演員 然後老闆就在聽這班人的講解 說到他們是在找海底最深層的地方 但是老闆就好像聽到什麼都不知道 還要問別人是不是在說笑 那如果你是錯了 那你已經花了1.3 billion dollars 哈哈哈哈 你真是罵 蛤,所以這傢伙是扔了13億下去投資一樣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的東西啊 還要到現在才知道人家在研究什麼 那情景就好像你用幾百萬炒股去買Tesla 但是一直以為他在弄單車一樣那麼瘋 然後就說到他們派了三個人拿著潛水艇 到海底最深處探險 然後第一次看到這些不可思議景象的李冰冰 那個樣子當時好像見到白馬王子那樣的款 I hope you will 哎呀,真是好興奮啊 I feel fantastic, I love you 好開心啊 真是連童話故事裡面的公主的表情演繹也沒有那麼出色啊 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每個幾秒鐘就會拍著李冰冰對眼前事物的表情反應 啊啊啊啊,好興奮啊 啊啊,為什麼會這樣啊啊啊 不會的,他們怎麼會有事啊 導演一定是很想考驗李冰冰的演技頂 一分鐘之內要將喜怒哀樂的神情發揮得流離盡致 全中國應該只有這個女演員才能做得出 為什麼啊,是因為他有飲 這支兒寶真的很好飲啊 OK,我們說回潛水艇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潛水艇的視野是有270度那麼多 但這三個人被鯊魚襲擊的時候 是可以連影都看不到 最令我不明白的是 這種鯊魚是可以連大隻過他十幾十倍的潛水艇都可以撞得沉 但現在這跟他差不多相似的潛水艇 被他撞了十幾十下連一滴水都可以不流 然後他們就失去聯繫了 對了對了,是有終知了 之後故事就說到他們剩下十八個小時去救他們 所以這班研究人員在這麼趕急的期間 是老遠飛去泰國找幫忙 但是找誰啊? 就是在荒廢了五年人生喝了五年啤酒的主角啊 你確定他真的好像以前那麼飽還游到水? 怎料他真的好像以前那麼飽還游到水 以後我們的女主角李冰冰已經等不及要去送頭了 嘩!阿呂!你們怎麼進來研究室的? 為何可以完全沒有保護照著這小妹 還要讓她這麼自由四處玩些玩具 你們想像一下 如果她在走廊通道擺滿些零碎片在地下 發生火警的時候真的不知道會死幾多人 你確定毫無救人經驗的他 單人匹馬真的不會出事嗎? 嘩嘩!女拳的力量這麼強大 用什麼劍? 唉呀! 好了!主角終於都來到了 嘩!阿呂!又是你啊? 你又怎麼進來的? 他真的可以完全沒有人看管 看不看到這裡的環境有多危險? 一叉錯他隨時跌到大海深淵裡餵沙魚 同時間也不排除他會走進控制中心裡 亂按殺人家的擠毀了整個基地 李冰冰這樣都沒有被告疏忽照顧兒童 真是奇正 所以我就說 現在電影的小孩真的什麼都懂 你說這船是由他砌出來 我已經覺得沒什麼所謂了 有一刻我還以為他和主角會一起潛水救世界 誰知我真的太看得起他 然後過了這麼久 我們終於正式看到條沙魚了 主角又開始發揮他預知未來的能力 在第一次初見這條沙魚的情況下 就知道他是會被一些光線吸引 所以他就叫李冰冰關上所有的燈避開沙魚的追捕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間夜蓮燈都要等30秒那麼久 不說不知道還以為他在更新的Window 哎呀你現在才跟我來update? 這些中指潛水艇真的很不邏直啊 導演啊 你傷世造的緊張氣氛都不用那麼強勁的嘛 I just want to apologize You did save my I... You're naked 什麼肌肉不好看嗎? 那你明明明面咯 你到底想怎樣? 又說人家沒有穿衣 現在又在上下打爛人家 然後又... 嘩! 都來看,等我再看一會 唉,這個八婆都不知道做什麼 嘩!原來他屁股這麼堅挺啊 嘻嘻! OK,走了都是 哎呀,他在換帝服了 女人心很難捉摸 我已經不意外了見到他一個人 請個飛鴻來看著他是不是真的很貴 我便玩,出事了 嘩大姐,你有心靈感應嗎? 你要知道一定是你女兒出事的 你不准是有員工踩到你女兒的那個在尖叫的 然後故事座那裡主角一群人打算獵殺鯊魚 而他們的計劃是什麼? 就是派一條人游泳過去 去鯊魚身邊放下追蹤器 然後再叫他很尷尬地游回來 然後再派另一條人進去鯊魚籠 引鯊魚過來再用毒藥射死他 我聽到這個計劃當堂嘴了 真是不知道搞那麼多做什麼 我心想,你既然都找到一條人這麼大膽 游到沙魚身邊放下追蹤器 那為什麼你不直接叫他射毒藥下去呢? 你們好空嗎? 哎呀死了死了 到底是誰在想這些計劃出來的? 嗯,我都幾肯定這條沙魚是游得快過船 現在游到這麼前有充分的機會可以整沉船 誰知是無故慈悲心大法放過他們一條山路 到底你想不想吃人類的? 不明白啊 然後他們的智障計劃照常執行 在幾乎害死整船人的情況下 都叫做好成功地殺了一隻隻 只不過只有李冰冰在裝作嚇嚇的觀眾 唉,電影才過了一半 是沒有人相信你會這麼快就死的 你還是起心吧 唉唷,啊唸不到 之後又被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喂,李冰冰啊 你背後那支是什麼水來的? 你開車都喝幾個兒保水呢? 你竟然背信氣熱去喝其他水? 真是好可惡啊 沒有啦,這套戲不能拿五星星了 喂,肥佬 剛才不是說套戲才過了一半嗎? 沒有人會相信個海裡是沒有了沙魚 這一幕我真是完全不覺得意外 OMG,那條沙魚又經過來了 雅女,沒事的,讓我起床自己吧 慢著,你又知道牠吃了你之後就不會吃我們 你不要理我,你先走 喂,有沒有聽我說的? 哎呀,糟了,接著就到我們了 怎料那條沙魚真的收了手 不是很明白 明明那條肥佬被牠咬牙咬都不夠 所以牠現在又發起慈悲之心放過這班人 那這條沙魚也不是很壞 還是沒事了,誰知道下一刻牠又追回牠們 喂,大哥,你究竟是想放過我們 還是因為想吃了我們? 你弄得我好亂啊 真是不明白,不知道,不理解 然後這班人再一次射粒追蹤器到沙魚裡 都不開十多雅火箭炮射下去弄死牠 真是不明白,不知道,不理解 嘻嘻嘻嘻嘻嘻...對不起呀, änạ 對我死了得一刻我都沒有買到椰灰水給你喝 你不會怪老豆的嘻嘻 嘻嘻嘻嘻 老豆,你終於知道 最好她老豆就埋貪去ABLOCK 以後,她老大哥便抱著遺憾地死了 然後老小 Killua now 說要帶著幾丁有再一次去獵殺鯊魚 但這次他們的智商增加了400% 是選擇直接放幾塊深水炸彈去炸死牠 怎知呢 那些炸彈是被這條很無辜的鯨魚擋住了呀 真的虧得很冤枉呀 鯨魚這些憑危絕種動物已經是很少見的了 現在牠還剛好出現在鯊魚的頭殼頂上 還剛好沒有被鯊魚吃了 還剛好它擋住了深水炸彈 這個擊率真的比我一個星期出兩段片呀 哎呀,原來鯊魚在我們下面呀 快點走走啦 好呀儘管,讓我全速前進啦 啊啊啊啊 我完全相信這群下屬已經不拒了一條BOSS很久了 YES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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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牠在我們下面的嗎 你騙人 然後故事就說這條鯊魚射了那麼久 終於懂得游過去海灘襲擊人類了 然後裡面的榮客和大陸現實的景象是一模一樣 不知為何要逼一堆帶著水泡在那裡浸水 好像在享受什麼奇特的游水樂趣那樣 科學鯊魚射出來 驗驗 有沒有人知道這狗在這裡做什麼呢? 好突發的無故跳入汪洋大海背對著船向前賣進 可能是他到了現在這一刻才看到他主人的樣子 嘩原來我主人那麼醜樣子 以後他叮不住馬上跳了下海 我也知道你的主人的樣子是差點 但你也不用這麼大反應 不用擔心,狗是這樣也不能死 好啦,我才不問為什麼這麼大條鯊魚這麼靠近海岸都可以不割淺 我比較想知道的反而是這一幕 明明眼前是有一大堆人肉,他抹大口就可以吞掉他們 但這條鯊魚居然是選擇性失明,當看不到 還要無端白色去追著這個塑膠彈彈波 真是不知道他得罪了你什麼 那麼多人在身邊不咬是要找他來開齋的 然後跟著呢,他又不知為什麼要選擇放棄眼前這一大堆鮮肉 毛尼拉姦要繞整個圈去咬這一小撮停留在海中心的人 最搞笑的是,觀眾看到這條鯊魚起射地衝過來還要毫無反應 你們繼續選擇停留在原地的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了 沒錯,他們是對的 這條鯊魚聽到主角播出的鯨魚音效之後 是再一次慈悲心大法,放過這群在等死的人 嘩,有事了你們,救命啦,救命啦,嘩 OK,sorry,還是沒事了 剛剛才醒來,今天是齋界,當我來的 然後故事就拍回主角這邊 繼續執行他們獵實鯊魚的自盡計劃 但不明白為什麼要帶著這條小妹上船 你們應該還記得這條鯊魚之前是可以反轉船的 你這小孩的治理能力這麼高 你留她自己一個在研究所一年相信都還能生存 你確定帶女兒上來真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嗎 說了,看到沒有? 這些骨牌後應真是比死神來了 以後男女主角就開始嘗試用火箭炮射死鯊魚 喂,大佬啊,這些中之潛水艇想害死人嗎? 都說用來老貨的啦,哎呀,死死啦 不過不要緊啦,主角憑著他在狂野時速的駕駛技術 和物理學,是很成功地逃手對淋了一隻鯊魚 然後這隻流血都不夠10秒鐘 就好像吸引了全中國的鯊魚過來開餐 我心想,如果這個海域真的有這麼多鯊魚的話 這個沙灘真的挺危險 可以連防沙網都沒有,就這樣被那些泳客落水 這麼久以來都沒有出過事,真是很神奇 然後有一個鏡頭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起,我不是想人身攻擊 但是這兩個人真的拍得住周星馳的戲裡面的美女 這個黑人真是重學味 去到最後,鏡頭就要特意進去猛獎深海裡面 還要播一些恐怖音室背景音樂 弄得好像還有第三條鯊魚出來 誰知是跟我這麼上攤完了 還要跟我玩特別突然播一些極其愉快的音樂出來 不知在唱什麼鬼 好啦,總結來說 那些鯊魚的生態行為真的很難理解 除了選擇性捕獵人類和選擇性摧毀船之外 還可以隨意改變身體大小 先前撲上來那一刻拍到它好像整架船那麼大 之後無端就縮小到整個浮台都吞不下 最後還跟小型潛水艇差不多大四 它一定是放過太多人類吃太少東西 搞得越來越受頂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電影偶爾會很強地弄一些位置來嚇嚇你 明明說到鯊魚是史前巨型生物 體積龐大無比 但不知為什麼電影裡面的角色有360度視野 都好像永遠看不到一隻東西似的 嘩,想嚇死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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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名符其實的jumpscare 說到尾,作為動作片的它 是完全沒有刺激的動作場面 作為怪獸科幻片的它 那些怪獸的行為既不make sense 又不連貫 作為有妹妹需要被拯救的災難片 它只是被人救過一次這麼大把 而且是被一個cally phago 其餘時間它根本就沒有存在價值 唉,即是連46年前的這套大白色都好看過它十倍 然後這套戲被人罵到瘋的款 他們還夠膽死想出續集 如果下集還是沒有儀寶水給李冰冰喝的話 我想還是不要搞了 到時真是人神共憤都像 好啦,如果你還發現了這條失語有什麼不可思議的行為 不妨在下面留言 OK,我們今集是這麼多 我們遲些再見,bye 是 老爸,你終於知道這瓶藍色的東西比... 呃...呃...呃... 老爸,你終於知道這瓶藍色的東西比... 呃...呃...呃... 老爸,你終於知道這瓶藍色的東西比... 呃,裝成女生很難說 我们下期再见